政的時代 大家看到桃園很多的建設 因為鄭文燦當市長 鄭運鵬當立委 所以我們的老街心變得乾淨了 從過去的市區段 上游做到了平鎮 愛游鎮做到親譜 我們這一條中立的母親之河 我們要把它保護好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執政 所以有了老人健保補助 有了老人裝甲牙補助 因為我們的執政 所以有了照顧年輕家庭的政策 有生育補助 有育兒津貼 有超過20個親子館 40個公託中心 有超過58個共榮市的主題公園 可以讓年輕的家庭有親子活動的空間 這8年來因為我們的執政 所以這8年桃園的人口 跟其他的縣市不一樣 別人是平盤或下滑 桃園是正向 而且桃園成長21萬5000人這樣多不多 感謝這麼多家庭選擇了桃園 在這裡工作 在這裡生活 在這裡追求人生的幸福 所以我們有責任要讓桃園變得更好 他們執政的時代 鐵路高架化推不動 完全在抗爭當中停擺 我們執政 降低了桃園的負擔 讓鐵路地下化定案 四個車站開工 現在陸續在完成中 大家說對不對 他們執政的時代 捷運只有一張圖 沒有辦法變為工程 現在綠線已經開工 機場線已經進來到中壢 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已經一段一段開工 其他的三條線 龜山中線 三陰線延伸八德 綠線延伸中壢大車站 這三條線 即將要核定動工 我們把它交給 有能力 肯承擔 有在地感情 能夠帶領桃園進步的 正運房好不好 桃園隊 不是我一個人 而是許許多多 努力認真 為桃園這個城市 來打拚的 每一個公務員 每一個市民 我們一起見證了桃園的成長 八年的進步 也見證了無聲的改變 我們的對手 參選以來 只會唱衰桃園抹黑桃園 只會罵鄭文燦 如果這八年 沒有桃園隊的執政 沒有鄭文燦市長 鄭運鵬立委 翻轉桃園 我相信 今天桃園 不會有這樣的成績 如果大家覺得桃園中壢進步了 請大家投給鄭運鵬 讓這個進步不要停下來 不要走回頭路好不好 他們執政的時候 有沒有社會住宅 有沒有U-bike 有沒有運動中心 有沒有市民卡 有沒有生育補助 有沒有育兒津貼 八年 我們把不可能變可能對不對 八年 我把桃園變成是一個 驕傲的名稱對不對 我們讓全台灣看見桃園對不對 如果沒有 沒命沒自己在打拼 一天董這三天董 我們的圖 不可能進步這麼快 我知道 我的責任 就是要讓桃園等大人 這八年來 我跟鄭運鵬 還有其他的立委 其他的議員夥伴 總是想辦法 要讓桃園的建設 目前是由桃園市長正穩燦在台下支持 而現場其實整個會場的議員 通通都是擠滿的群眾 分分是舉著紫色還有綠色的旗帳 戴上白帽 稻草相挺 而稍後 總統蔡英文以及副總統賴金德 也會到場來站台來力挺輔選 而目前稍後等下也會由民進黨的候選人 鄭運鵬來支持 他也表示在接下來的六天 一連會舉辦七場的造勢晚會 而且每一場都會有桃園市長 鄭文燦 道場相挺 而總統蔡英文也預計會出席三場 也希望所有鄉親可以回顧桃園市這八年來的成績 也希望他們可以投下關係影片 永續城市大調查 桃園